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教學 那今天呢我們要使用3D軟體Blender來渲染我們的東西 像如何渲染出這樣子的影片或是圖片呢 那大家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3D軟體 那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這個叫做Blender 那Blender它蠻特殊的 它是一個開源然後免費 然後功能又蠻強大的軟體 它可以雕刻算圖 然後做模型做動畫 然後做一些2D的動畫也可以 然後特效的合成影片剪輯物理印算寫程式 你甚至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程式的編輯器都可以 那它是個功能很強大的免費軟體 那它支援了市面上常見的檔案格式 因為它並不是特定的廠商去開發的 所以它兼容性很強大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使用它的即時渲染引擎 來快速測完我們的作品 那個引擎叫做EV 就它有兩種 一個是計算光影的 另外一種是有點像遊戲引擎的方式 來即時的渲染 好 那我們今天呢會需要用到的 1 是Blender Blender這個檔案 那如何去搜尋跟下載呢 我們可以直接 在Google搜尋Blender 你第一個看到的就是Blender 然後你點Download 點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大大的Download 那我自己個人的習慣呢 是會點下面這個下載選單裡面的Portable 就是可攜帶式的 就是因為下載之後它是一個壓縮檔 你可以自由解壓縮到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 那我自己喜歡這個 那它下載上面的都OK 這些都可以 那支援的Windows、Mac、Linux 對這三個系統都可以使用 好 那 至於 我們今天的工作檔 好我們今天的工作檔 我現在放在 聊天室再放置一次 那大家可以先下載這個工作檔 然後呢放在 一處你比較容易取得的地方 那 打開之後它會是一個這樣子的 檔案 這樣子的檔案呢 就是一個Bender的執行檔 那我們到時候直接 Bender安裝完之後 安裝我就這邊不做教訓 安裝完之後就直接把它拖進來 就會看到我們現在的這個畫面 好 那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我們可以先停在這個步驟 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VoxEdit 把我們的模型先做輸出 因為我們需要呢 把模型做輸出之後 轉檔成3D能夠使用的格式 然後再丟進Blender 那這邊就有一些小bibble 要來製作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以了Sandbox的創作工具VoxEdit 來做範例 我們先到VoxEdit 將我們已經做好的模型 那假設你是別的軟體 那沒有關係 反正呢 只要它支援了就可以 好 我們這邊輸出GLTF檔 那輸出GLTF檔的話 由於格式跟方便操作的關係 我們將每一個不同的動作 都拆成不同的獨立檔案 好 那這個聽起來有點複雜 那實際怎麼做呢 就是 由於我們在輸出的時候啊 會有主要跟次要 就是 總是會有一個是主要顯示的 然後其他可能會 隱藏在背後 那在VoxEdit裡面 藍色這個 這個藍色的 叫做Default 它是被射成Default的 所以呢 它被預設就是在最上面 那其他呢 就隱藏在背後 那為了方便 我們直接把我們 這個要輸出的 IDL101 就射成Default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左上角 Export 然後選擇GLTF 選擇了之後呢 我們來到我們要的目錄 那這個呢 我就會取名叫 IDL1 01 點GLTF 那假設我們要輸出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就往下滑 我們點到這個 Sprint Sprint01 我們要把它變成 在3D裡面 一打開就是的那個動作呢 我們就把它 Set as Default 然後你看到它是藍藍的亮起來了 藍藍的亮起來之後 我們就一樣可以在左上角 File Export GLTF 輸出 這個叫做 Sprint01 好 Save 好 這樣子我們就擁有兩個GLTF了 我們今天使用兩個來做示範就好 好 那其他呢 就以此類推 那當你打開這個工作面板之後呢 你會看到上面有兩塊是屬於3D的視窗 這個呢是攝影機的視窗 那假設你不小心轉走了 或是跑到什麼地方 你可以快速的按數字鍵盤上的0 就可以快速的切毀攝影機的視窗 那這邊呢是屬於3D的視窗 那我有幫大家整理了一個快捷鍵的 快捷鍵的提示 那大家等一下或是之後忘記怎麼操作 就可以看著來操作 好 我們首先呢可以以滑鼠的中鍵 來旋轉我們的視角 然後再來呢 以滑鼠的中鍵加上鍵盤上的Shift 點下去 你就可以平移你的視角 在這邊也一樣 你可以平移你的視角 或是旋轉 然後假設你很偏的話 你可以點一個東西 它就會照著它旋轉 好把它拉到中間 然後接下來滑鼠滾輪 拉近跟拉遠 拉近拉遠 拉近拉遠 好 那就是基本的使用 我暫時先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讓大家比較方便的可以觀看 然後下面呢 這裡是時間軸 這邊是動作的時間軸 那動作的時間軸 你會看到它有一格一格的 這個叫做Keyframe 跟我們在Vox City裡面下面看到的 這個Keyframe是一模一樣的 那右邊呢 右邊是各個資料面板 這邊資料面板包含了攝影機啊 設定輸出的設定 然後材質什麼的 那我們今天要用到的是這個 黃色的 這個叫做 Object Property Object Property 等一下有我們要用到的重要功能 好 我們就先點著 打開檔案就在這 那我們就維持在這 那右邊呢 是一個樹狀圖的樹狀結構 我簡單分成了幾個 第一個是攝影機 攝影機裡面一個 然後燈光呢 這邊有四個 我們可以拉遠看 這邊有四個 然後背景呢 是一個 地板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調顏色 然後再來呢是角色 角色就是我們現在放這個Susan Susan Susan是我們Blender的吉祥物 好 那我們Susan呢 我們可以 在這邊 時間軸 點在這邊 左鍵拖拉 就可以拖拉 或是按這邊播放 我們就可以播放 那它就會看到是一個 一直旋轉的 一個Susan 猴子頭 好 那到這裡呢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 來到左邊 上面 File 然後再來Import 這邊選到我們的GLTF檔 我們剛剛使用的就是GLTF 那 假設你這邊看不到GLTF的話 你會需要到旁邊的 這個Edit裡面 User Preference 就是使用者設定裡面 然後呢 找到Add On 然後這邊搜尋 GLTF 你就會看到這個GLTF的 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就把它打勾 打勾就有 然後你可以按一下Save 然後這個使用者的紀錄 就被存下來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到 File Import GLTF 那由於我們可能有很多個檔案 需要匯入 所以呢我們可以快速的上面按一下 右鍵 Add to Click Favorite 那按下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不用每次都進來點它 你要取消的話就按Remove 好 然後我們先按這個 好 假設我們引用 那假設我們要匯入第二個呢 我們剛剛試過了嘛 我們就可以直接按鍵盤上的Q 那記得這邊一樣要是英文鍵盤喔 按下Q這邊就出現了 Quick Favorite 那我們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我們剛剛設的 那其他兩個呢就是不同功能 我自己設定的 按下去功能就是一模一樣 任何的面板的很多功能 都可以用這個來做設定 只要你常用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匯入第一個 IDL101的這隻老鼠 這隻老鼠 好 import 好 import進來呢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右邊 右邊這邊有一個叫做 Root Global 那那是檔案格式的關係 還有一些層級關係 它呢會被包成了一個 樹狀圖 那這個樹狀圖底下 它會分成這邊有一個檔 然後裡面呢可能有身體 有身體的更裡面 的更裡面的更裡面 的更裡面 還有更裡面 那我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去編輯 於是呢 我們直接在 最上層的這個Root Global 那我已經幫大家檢查過了 這個Root Global呢 我們可以按上 數字鍵盤上的Delete 就是那個小小的點 小數點 我們可以把東西快速拉近 好那我們可以全選 按A全選 按那個點點拉近 可以看到這隻大老鼠 那這個呢 這個東西 我們切到移動工具 移動旋轉縮放 我們可以發現 它是移動所有的東西 但是好像它又跟 其他東西的旋轉 或是移動縮放 都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經過我的實驗 這個是可以放棄的 做移動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編輯它 例如編輯它的位置 我們可以點它 然後 按G 移動 或是按R旋轉 或是復原 我們先回到原本的位置 那一較進來呢 我們的比例是不對的 我們要先進行縮放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按下鍵盤上的 S 進行縮放 或是切到這個縮放工具 好 我們按下S 然後呢 我們 在右邊的數字鍵盤上 輸入 0 0 0 3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這邊 上面這排 有出現了 叫Scale 然後0.03 你剛打的 數字打了多少 這邊就會顯示多少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看 在這邊這排 那假設我打0.01 它要0.01 我打0.03 我把它變成正常的縮放比例 目前這個蘇山頭呢大概是 1公尺高 然後 半公尺高 那我們就以這個當比例子 那 老鼠的話呢 就差不多是這個大小 好 那輸到這個大小之後呢 會影響到我們任何的光影啊 或一些 光線的反射 攝影機 距離的設定 所以呢 我們先把它輸放到正確的尺寸 再來微調 我們要的大小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把蘇生 先拿掉 我們可以右鍵Delete 或是按下X 都可以 那我們接下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大家點到這個root 當我們一移動這個時間走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欸 它跳回去原本的大小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的縮放呢 我們剛剛是進行縮放 它的縮放已經被記錄下來了 Keyframe就是它會記錄你每一格影格 它會儲存一個資料 就是你現在是多大 現在是多小 好 那我們需要先把這個資料刪掉 好 於是 我們先縮放0.03 好 看到這樣 然後我們來到右邊的這個 物件的資訊面板 好 這邊有移動 旋轉 跟縮放 我們在移動旋轉 縮放 就全部把它清空 它不要有任何的 它這個不影響其他 所以我們就直接這樣做 右鍵 右鍵 Clear Keyframe 右鍵 Keyframe 右鍵 Keyframe 這樣我們就清空 我們可以來 發現這邊的 Keyframe都不見 然後我們拖拉的時候也不會 跑走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按一下播放 好 那我們的老鼠 動作 就已經是縮小的狀態 然後也是一個 正常的狀態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調整的是 頭尾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原本輸出的時候 這邊是2秒 2秒的影格呢 是48 那假設你不知道的話 沒有關係 你在這邊 先把所有的東西選起來 你可以右鍵 然後呢 把這隻老鼠 所有 層級關係的東西都選起來 所以 Select Hierarchy 好 你就會把 這個下面 所有相關聯的 全部選起來 好 選起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第一格 在0 最後一格 在48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邊是0到48的一個循環 我們點頭 跟點尾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呢 尾端 射程48 直接輸入 好 我們按播放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循環表演的一隻老鼠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移動最上面這個root 我們一樣是動它 我們可以 針對攝影機看到的畫面 做一下旋轉 好 我們旋轉到比較正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調整一下視窗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紅色的框框 紅色的框框代表呢 我們把攝影機鎖在了視角上面 好 那這個怎麼做到的 假設你想要解除的話 就可以 關掉這個功能 好 你按N的面板 或是你直接在這邊 這個小箭頭把它拉開 然後呢 你來到第三個面板 叫做View的 然後View 點開 Camera to View 那我預設是幫你們開好的 所以你們可以不用動這個功能 好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用剛剛 下面這邊一樣的操作方式 來調整我們看到的 位置 我們可以拉遠 好 這樣子 這樣我們假設找到一個差不多的視角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體現Bender強大的地方了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呢 這個是算圖設定 所使用的是EV這個實施運算的引擎 然後呢我們可以直接打開這個 這邊有顯示四種材質 第一個是網格線的 再來是純色的這種 然後呢 後面兩個都是比較 進行材質的渲染 那我們直接點最後一個 它看起來就會跟我們 最後算圖的基本上一模一樣 好 那假設它更乾淨的話 因為這邊有一些網格線啊什麼的 我們可以來到上面 把這個 兩顆球的這個東西呢 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它基本上就跟我們 算圖完成的畫面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角度 我們可以按播放 你看它可以即時的運算 長相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步的調整 假設我想要地板 顏色稍微不一樣呢 我們就點地板 或是我們來到這邊點地板 或是直接點都可以 然後來到下面這邊有一顆 這個紅色的球 這紅色的球呢 你點進來會看到材質的面板 那這邊你就可以設定顏色 這邊有一個很像這地板顏色的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拖拉 你可以直接拉成你要的顏色 好那因為它是一隻老鼠 我可能 來一個深一點暗一點的顏色 然後呢 假設你想要燈光顏色不一樣呢 它一樣 是在這裡 有一個燈泡的 你可以把顏色稍微 偏一點點 它可能有點綠綠的 有點詭異的氣氛 好 那假設我們做完這一切呢 好 這裡不要動到 好 我們可以按播放 再檢查一次 我們的效果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行算會了 假設我們到這邊就結束 我們可以按下 左上角 這邊也叫Render 然後呢 第一個是Render Image 第二個是Render Animation 就是它是算整個片段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單張的效果如何 好 算出來 算出來是這樣子的 我們就可以檢查一下說 嗯 這樣的效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可以把視窗拉大一點 這樣的質感呢 好 假設現在都OK了 那我們就可以 嗯 來渲染我們的影片 好 渲染影片的話 我這邊 已經幫大家設好路徑了 那設好路徑的方式就是 我現在設定的是 工作檔儲存的位置 工作檔儲存的位置呢 你就可以打兩個斜線 到我這邊打 要兩個斜線 然後面呢 是你要的名字 那我們輸出的格式呢 設定是MP4 好 這邊就照預設就好 大家就算什麼都不設 按出去也是 可以變成影片的 因為我有設定好 好 那 我們接下來呢 就按Render 然後算Animation 好 大家注意看我們到底算了多久 嘿 2 3 4 5 好 它就會慢慢拼湊成一個 影片 那我現在應該是 直播的關係 所以它 會稍微再慢一點 因為我們背後還開了一些小人啊 直播啊 錄影啊 還有其他的東西 那因為它是即時運算的關係 那 相對的就會快很多 然後它設定也相對的不用這麼複雜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我們呢 它即將快算完了 我們可以開啟我們的工作檔資料夾來檢查 這邊先關掉 你看這邊有我們剛設定的MP4 即將算完 你算完之後呢 這邊有工作檔嘛 然後Brender它自己內建預設呢 有一個觀看的模式 我們一樣來到Render 上面是運算嘛 下面呢 就是View 我們可以ViewAnimation 按下去 它就會跳出一個 播放器的視窗 你可以直接觀看 然後你呢 滑鼠可以左鍵直接拖拉 你可以一格一格的看 左一格 右一格 這樣看 你看空白鍵播放 好 那你這樣就完成一個影片啦 那假設你想要自己改上自己的名字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改 或是在這邊輸出的時候 就做更改 然後這邊呢是在第二個面板 叫做Output Property 好 那下一次的直播呢 下一次的教學 我會教大家如何讓這個東西是 自轉一圈的 然後呢並且加上Logo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 到這邊結束 下課 本集的教學已經結束 歡迎拿起手機掃描QR Code 或點擊下方說明欄連結 加入我們星球討論群 或是台灣的Sandbox創作者協會 我們下次見 拜拜